看到有一個人超級緊超級緊 每天看了整天幾乎沒看過玩過什麼牌 然後可能玩過一手可能是AA還是什麼就這樣 然後在Bubble Time的時候突然推了一個27 然後O-In 然後忘記被什麼跟然後就死了 然後死了大家突然說 他今天不是很緊嗎 就是怎麼突然玩一個27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時候 但我覺得利用自己的形象 去做一些事情是OK的 可是我覺得也不能太偏激了一點 這27太小了 你如果要去學一些八七桶花的種牌 我覺得你還是 我覺得可能翻牌後啦 一些符合潤絕的東西 整天打很緊我就OK 他可能就是憋不住了 然後想利用形象這樣子 可是這樣常常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錯誤啦 對啦 我覺得還是你要根據牌 牌力來做決定 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裡Divintan他拿到了圈七 對方是八七的牌 然後呢這裡Divintan選擇直接棄牌 那我會覺得這短牌 這翻牌前 大家都跟住比較頻繁 對 然後呢大家都想看翻牌後 那也就讓我覺得 那個花樣沒有長牌多 長牌這種head up的情況下會更好看 對對對 對 短牌大家都進去抽一下 對就看重不重flop 對啊 而且 對啊 而且你 你就Limp 那對手要加也加不了多大 如果你後面後手很深的話 你還是很好看 就有點像奧馬哈啦 對 不太容易在翻牌丟掉手牌 那我們今天也有看見 就是有一些 翻牌前打得比較激進的玩家 那他們打短牌是比較好看的 對 因為他們做 就像Queen就打得蠻好看的 對 因為呢 他們就是還是在後衛做一些 就是他們會用什麼 今天我們看見彈旋 選擇了圈八雜花的牌 前面好像Limp plus四夾 他做了一個squeeze 所以看出來 彈旋真的很兇 對 他對就是短牌的了解 非常深刻 那這裡我們看見 在Jetton跟注16萬積分牌的情況下 Divantan在這裡加注到46萬的積分牌 好 我們跟注了一對八 其實像這種八八 你去抵抗的時候 蠻難打的這個翻牌 因為就是 基本上一定一堆overcard 你要不吞 或者 或者是中葫蘆 或者是中葫蘆 可是因為這種八八 你真的不中三條 你真的很難打 對 這幾乎就是發出了一個else的 對Divant有點不利 是因為這邊 Divant他也中了一個八 那他現在是兩隊 而且還帶一個紅心 這個 應該 Jetton這邊應該 所以保護他的葫蘆 應該要主動下注了 而且要拿一些架子 讓對手買花可以跟 這邊應該還是一個 應該要bet了啦 那Divant應該也是要call 因為他有紅心K 然後又帶一個對子 那在這個短牌遊戲中 這花是比葫蘆大的 對對 花的比葫蘆大 如果是在長牌裡面 就不用什麼好擔心 都糊好了 九十二萬的底次 選擇下注一個三分之一 這邊應該是不會改牌吧 對 我覺得Divant他還是 至少會call 看一下合牌 對手下的蠻小的 你看River有沒有來個紅心呢 好 沒有 沒有 88是不是要繼續的Value Ban 在152萬的底次 他後手240萬 我覺得這邊我可能不會打一個太大的Value Ban 我會蠻極端的 可能可以alpa修復 可是我覺得打一個Value Ban 應該會好一點 對 他應該現在是懷疑 手上 Divant手上是有可能有一個勾 一些勾的組合 對 他這邊還是要做Value Ban 應該是不至於要check 因為對手一些牌就可能check掉 而且他又是88 那 如果他9J 對手沒什麼東西跟 可以check嗎 我覺得這邊還是要貝 因為太多東西會負荷錢 有勾可能會負荷錢 那 好像他現在手持的下注是 130萬 達了130萬 跟不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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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手牌太弱了 跟不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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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了400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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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 第一個第一個 第一個 嗎 第一個第一個 這把沒有看到底牌 那这边我们翻牌发出来是AK圈 在两位选手都过牌的情况下 应该这个翻牌没有击中任何玩家 转牌是个狗 应该也是多check吧 任何诗在这里是已经获得了顺 那我们看今天第一晚在这边下注了16万 好 接着你直接盖掉 就是两队 那这短牌是抽掉2到5的牌 然后呢所以我们铜花是比葫芦大 因为铜花形成的几率比葫芦难 那这边接下来我们看见他是8-6打滑的牌 第1弹是17 他直接弃掉了牌 那这个比赛是要打到冠军 今天才会结束 这把有机会喔 两个都很大 那这边我们看见Divantan拿到非常漂亮的手牌 也是短牌里面不能低估的牌 他是勾石梅花 应该会这个加注吧 选择Limp 那Jetton 他该不会连这个都确认吧 这个应该要加注了啦 我现在没有办法裁Jetton他会做什么 我真的都裁反 反向指标 他真的是我在这些玩家里面看见大了最紧的一位玩家 刚刚不是开一个K7-0吗 这AZO应该也要加注了吧 然后你猜第一本会有Limp Race-0 然后Jetton 盖掉 应该不至于吧 应该 应该会20个抵注嘛 大概320个抵注 真的会有可能 那因为因为A勾在一个玩家可以这样反击的情况下 会感觉真的不大了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Ghost在翻牌后发挥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D1-10他有可能会考虑在翻牌前跟对方全押O-In 对啊 而且他又没有位置 更有O-In对他来说会让这游戏变比较简单 那现在对手也投入了 我目前还没有显示出他Race的多少 可是应该总共是20个抵注 他加注大概可能加注4到5个吧 那这里他确实 果然O-In了 推了O-In 那A勾应该是秒跟的啦 这边如果他刚才Cache又开始A勾应该是秒跟 这个A勾应该是秒跟 这个A勾应该是秒跟的啦 那Jetton他已经这排队 来了来了来了 要跟他要考虑到这是一对一的情况下单挑 而不是整桌坐满的玩家 刚刚那个Diven是他领先King Queen的时候输了对方的King 10 那这把会不会逆转回来呢 把EV还回来 那你们大家看这屏幕下显示就算A勾 DOMINATE 狗石 盈利也只是57 49 然后他们评分的是6%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狗石有多么厉害 真的是太厉害 被DOMINATE还那么强 对 特别是在可以买花的情况下 那说到这狗石有多厉害 我们看见翻牌马上给Diven10 双头顺 买双头顺的机会 那他还有40%的盈利 而且如果来一个Betal Flush又更多 上面来一张梅花的话 哦 有点像 有点像酒 转牌是个8 现在Jayton暂时还是没有危险 在合牌Diven10挤到了他的顺子 Gayton Jack输地真的是太强了 这现在不可能弃掉狗石了 狗石98、9 对 我们现在看了三天的牌 都有看见这狗石有多么强 对 那我们虽然我们的Jayton是第二名 可是他还是获得了700万港币的奖金 那这里我们看见Diven10笑得很开心 也是我们这次传奇扑克50万买入的短盘的冠军 不知道买了几发 这倒不知道 他好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赢了多少 900多万 900多万吗 现在Tryton这个规模真的是全世界的最top range 973万港币第一名 对啊 像这个Tryton真的是太帅了 现在来这边 而且重点是来这边打的都是全世界的知名玩家 然后世界顶级玩家 真的要在亚洲要看到这么大的比赛 真的是只有Tryton有办法 而且他们这次有69手买入 这50万短牌 而且现在每年比你每年多 我去年是第一年吗 对 去年是第一年 然后今年是第二年 非常好的Tryton 对啊 那这边我们看见Peter Jetson runner up 拿了704万奖金 Arnold Romain第三名是454万 Jason Kuhn 343万5千 Arzac Haxton 266万 Wai Leon 207万 然后Makita Fish 2013 Better Zakowski是165万 都是非常好的奖金 那这里我们会做一个冠军的采访 大家不要走开 因为马上过了15分钟的休息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长排的六轮桌的Action 也是今天比赛开始的第一轮 那在这里今天帮你们做解说的 有我Selina Ling 林沛飞 大亨 还有阿童 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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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出局的 所以就是这次他同样的比赛拿了冠军 一会儿的几个次 他看起来 但他会比赛拿了 但他会比赛拿了 有一定的赛拿来 有可能的赛拿来 我认为他回来 所以我认为他 我认为他 谢谢 我们今天在这一场桌子上 你认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址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址 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地址 确实是 如果你在这一季 然后你到最终的地址 你得到最终的地址 你得到最终的地址 好 恭喜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战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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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你们了 我们就恭喜第一本 拿下我们这一场 show take 50 万港币买入的冠军 那他应该也表示 他就继续参加其他的 所有的比赛 对 更大买入的一些比赛 更大的买入比赛 那这有时候 他在这个比赛里拿了个冠军的奖金 然后呢 打了一个星期的比赛 有可能盈利 也几乎就没有了 也有可能用完 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系列的比赛 主赛 是200万港币的买入 而且他是无限的 对 我记得去年的 Ivan Leo也是赢了一个 好像是这个比赛的冠军 然后拿800万港币 然后主赛买了4发就没了 然后Bubble 超可惜的 对 也是挺残酷的一个比赛 对啊 我们这里是回顾一下 今天精彩的画面 休息15分钟 观众朋友们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带来短桌的Six Max Actio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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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即使是 像米吉他这样的世界顶级牌手 依然是受到了刚刚上面一手牌这样子的影响 对 他的表情越显落寞 哎呀是啊 这很惨啊 对 每一次你set over set对方 结果却被对方四条反超 都非常的难受 他这里拿手对吧做了一个加注 好 好我们的Jason Quinn 拿到了Pocket Kings 我第一次看国外玩家的网路的影片 就Running Once 第一次看的影片就是看Jason Quinn的影片 是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他口音有点奇怪 他是真的美国人吗 还是 我看他现在是美国国籍没有错 可是他 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排手的国籍是经常 是 多变的 由于税收的关系 税率的关系 大家都说那个Poker Pro职业选手最好的国籍就是 英国 对 英国去参加WSOP是不用缴税的 是啊 特别是像去WSOP这样的比赛 我们中国人过去是要交30%的税 是非常的重 可是其实你透过一些方法 还有退税干嘛 其实是可以逐年慢慢拿回来 像我们台湾的玩家 小P 陈彦翰 他也是拿了大概一半的回来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一把看到88对KK的O1 我看FLOB OK 那基本是J&D FL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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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FL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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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coming FLOB VB是那麼OK啦 你的贏面不顯得長牌那麼大 果然他選擇All-in 還是要選擇隔離一下 對 如果在長牌裡面 你可能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可能會選擇 可能會選擇慢打 用跟的 讓希望後面有一些比較弱的牌可以推出來 像如果是現下比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還要在這邊抓我的腦袋 在那邊演半天 可能要被人家call time 然後再 啊好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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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些線下的小的細節 這手牌那是沒有辦法了 兩手Top Range的cooler對撞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提倡在 比賽的前期積累大量的籌碼 因為在這種時候 你撞到cooler的時候 你的籌碼就會為你帶來 很多的機會 是啊 因為就是其實 就這樣籌碼很多啊 Trip Leader其實我覺得就只是 多幾條命 對 多幾條命 對 轉排的一張方片石 為他帶來的四張gold out 打開了一張 並沒有發出來 並沒有發出來 那麼我們的 Chanwar Long是拿到了這場比賽的第六名 被淘汰出局 他的獎金是拿到了2075,000的港幣 他在一次檢查自己的手牌 如果我是他的對手我會忍不住要先台 還是搞什麼 讓不讓人玩 繼續選擇Limp 對 逮一下後面有沒有看Mail 那這樣子的話 裝衛的Halliporter可能要 有可能會出來送頭 對 可能要做Squiz 是啦 因為他這個O-In可以搶下將近30萬的籌碼 將近他的十分之一 那 Diven又是一個Chip Leader 所以他會Limp更多的Range 對 我覺得這邊是他一個O-In的機會 我覺得 這裡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已經O-In了 對 RO GG GG 可是你看這Aces 跟Ace-10是將近什麼 是8-2開嗎 打Ace-10打Ace-10應該是7-3開 有到7-3那麼多 對 有到7-3 因為AA最高也只能贏73了 我以為是什麼 沒有8-2開 沒有8-2開 是接近25 25多一點 他的贏率有25多一點 但是沒有到像長牌裡面 8-2開這樣子 因為長牌裡面 長牌AA對Ace-10基本上就是 9-5對5-2 對 對 看來Ace-10很有可能在10就要做音隊了 目前還很 沒有希望 只有3張勾 因為梅花勾沒有用 梅花勾也是對手的花的出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香港玩家是直接 和現在 好 好 直接把 Hexam也淘汰出局 他今天的排路真的非常的可怕 太厲害了 好 我們的Hexam是誰 阿康 他才先把牌拿起來看一下 彈了口氣 我在Live看過一個蠻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每次那種AA啊 幹嘛有點Slowlow的狀態 每次都被超車 這是什麼宿命論嗎 這個也不算Slowlow 他就是確認一下自己手牌 搞什麼啊 這個太旺了 太扯了 2 out變成6個out 35%的勝利 那在短牌的時候 前面阿康應該有跟大家聊到吧 因為短牌的一張的機率大概是3% 對 長牌是1張2% 2-4法則變成3-6法則 對 好 最後6張牌有沒有機會呢 看看能不能頂住 好喝一口綠茶 好喝一口綠茶 他現在在笑 你有很好的預感嗎 沒有 GG 這個Handsup應該是一個3比1的籌碼 對 那我們同時 雖然被淘汰 也恭喜我們來自法國的 Roman Roman 獲得了本場比賽的第三名 應該是可以拿到 對 因為現在是一個Q-8 又是銅花 那我覺得是一個 150萬不到9個銜注 他自己都放了一個 但要補了8個 他只有300個銜注 應該是有機會跟注 那這邊DRAN他問了一下,你籌碼是多少,他會算一下 1.5 150 1.5 然後他有2000萬 然後已經丟了16萬 他會考慮一下,對方也是打得比較緊的一位玩家 那這還會讓DRAN去排嗎? 這邊是我,我肯定上了 這麼保守 果然可能是我們短牌的涉略不深 所以可能比較不了解他們的想法 那我覺得DEVAN你算是小型 DEVAN是小型 但是我知道Jetton他是對短牌不是很熟悉 他有可能就是他真會有可能 那因為A勾在一個玩家可以這樣反擊的情況下 會感覺真的不大了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 勾時在翻牌後發揮能力是很強的 所以DEVAN他有可能會考慮在翻牌前跟對方全壓O-In 對,而且他又沒有位置 更有O-In對他來說會讓這遊戲變比較簡單 那現在對手也投入了 我目前還沒有顯示出他Race的多少 可是應該總共是20個抵住 他O加住大概可能加住4到5個吧 那這裡他確實 果然O-In了 對,O-In 那A勾應該是秒跟的啦 這邊如果他剛剛KC有開始 A勾應該是秒跟的 這個A勾要跟了啦 那Jetton他已經這牌子 來了來了來了 他要考慮到這是一對一的情況下單挑 而不是整桌做滿的玩家 剛剛那個DEVAN是他領先King Queen的時候 輸了對方的King 10 那這把會不會逆轉回來呢 把EV還回來 那你們大家看這屏幕上顯示 就算A勾動蠻10 贏力也只是57 49 然後他們評分的 是6%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Ghost有多麼厲害 真的是太厲害 被當面的人還那麼強 對,特別是在可以買花的情況下 那說到這Ghost有多厲害 我們看見翻牌馬上給DEVAN10 買雙頭順的機會 那他還有40%的盈利 而且如果來個BEDOFRUSH就更多了 上面來一張梅花的話 喔,有點像 有點像酒 轉牌是個8 現在決城暫時 還是沒有危險 還是沒有危險 喔,在合牌 GG 激到了他的順子 果然10-jack輸體真的是太強了 啊,這 現在不可能氣到勾施了 勾施98-9 對,我們現在看了3千的牌 都有看見這勾施有多麼強 對,然後我們雖然我們的J10 是第二名 可是他還是獲得了700萬港幣的獎金 第19位 第19位 第9位 第15位 第19位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士和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最多的球员已经到达了 现在是时间来给你们一个正式欢迎来到JJJU 我认为是说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球员 在世界世界上 几乎我们感到对于全世界世界上 事情全不 Mind 自己象律、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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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员的统台 堆穷 分开 有点可控制 歡迎回到我們的比賽的現場 那現在這一個是六人桌的長牌的50萬港幣的買入 那現在這一個場上的玩家 他的左手是滑雪的時候摔斷 Michael Souza是去年2018年亞洲GPI的第一名 他打得也是非常好 終於可以來好好看他的底牌了 是的 你連他滑雪的時候都知道 因為這次在台灣比賽APT的時候 他不能來嘛 然後就只有他的女朋友過來台灣比賽 怪不得沒有看到他 在日本的時候滑雪受傷 日本也是要一起來台灣結果後來沒有過來 我也是一個蠻狂熱的滑雪愛好者 是嗎 我還沒有滑過雪 那你身太有缺憾了 超好玩的 真的真的 台灣是雅樂帶嗎 沒有雪可以滑 一定要出國才有得滑 我在法國生活的時候 因為邊上就是阿爾別斯山 所以我會在那邊 我每年冬天 雪季是60天的話 我可能會在那邊待40天左右 那你真的是很認真 對 我在冬天之外 撲克就是我的主要的生活 在冬天 除了滑雪 就沒有別人的事情感 經常就是泡在雪山裡面 別人都找不到我 好 這裡我們回到傳奇撲克 第三場 長牌 六人桌 50萬港幣買入的比賽的Day1 我們的Rio還是非常的兇 拿A4 off 選擇3bet 對 現在為大家帶來解說的是 來自保守台灣的大亨 林承安 我是阿彤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直播桌上的 玩家水平是非常的高的 我好像剛剛好像還看到了 WSOP主賽的冠軍 這個髮長得很像 可是我不確定是不是 我剛剛也是在懷疑說是不是他 是他嗎 是他吧應該 他的名字是CYNN 所以他是把頭髮留長 對 鬍子是沒變了 我們來看看 所以他是拿到了 K9同色 在UT級加注 直接收持 打得非常的鬆胸 在槍口位 拿到了K9同色 這是一手 對自己水平 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自信的話 是不敢在槍口位玩的一手牌 不過因為他也不算是槍口位 因為是五人桌 那五人桌的話 對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 我們是 open range 還是根據後面玩家 剩餘的數量 來決定open range 對 所以他如果這邊是槍口 應該就是highjack而已 對 highjack cut off button 小毛大毛 好像是五個人 對 所以 K9應該是一個 可以open range 標準的 而且法輪賽 這樣做的時候 你在前置位的open 會顯得你排力比K9同色 這手牌更強 並且 很多高手 包括菲德赫斯 也說過 現在的撲克世界裡面 槍口是new button 是新的裝備 去年 忘記是這一場還是哪一場 贏的人是 debby peter 對 對 Jay peter 是一個打得很好的玩家 對 他是曾經 16年還是17年的世界第二 對對對 應該是在16年還是17年 他是 有過佔據GPI世界第二 的一次排名 對 第二還是第一啊 第二 第二 所以你看我們的Triton 也把去年WSOP主賽是冠軍都吸引過來 880多萬美金 對 那一場880萬 對 可是美國人的那個稅好像更重 好像950%吧 哇 50好像沒有這麼多吧 應該是50 45到50 我記得 美國的稅最重 那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哭出來 哈哈 還好啦 PY5少了幾千萬 那個 這個 WSOP的冠軍是 一輩子的 對 一輩子的 對啊 被繳就繳囉 不然怎麼辦 對 沒有辦法 下一個 不過像 我們熟知的牌手 朱葉齊之前說過 WSOP的整個玩家池是 還是與比較多的玩家池 因為北美的娛樂玩家還是比較多的 應該說是全世界來看 如果以買入的大小 他在一萬美金買入的話 他全世界最多魚的一場比賽 對對對 就是 無庸置疑的 對對對 一定是 這個玩家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 鬆的 所以他說即使 中國人過去要繳30%的稅 所以這麼重 依然是一個正義的比賽 對啊 稅其實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通過 你的旅行開銷 你的花費 對 你是可以把稅拿回來 但是應該也包不了 四百萬美金的稅吧 其實有方法的 有一些方法是可以 四百萬美金的稅 你可以去玩一些 table game 啊 然後就是去刷 反水 刷流水 刷你 就是table game 你去挑一個輸贏最少 那當然就是玩 bladejack 然後你可能去打blackjack 然後 輸的時候爆 贏的時候不爆 那輸的時候可以交開證明 那些所有的證明都可以在 對 美國辦理退稅這樣 我也是一個 blackjack的職業玩家 職業玩家 曾經 我在法國的學費都是在賭場裡面玩bj男的 哈哈哈哈 所以基本策略應該就是完全都背熟了 對 賢對裝還是在用最優策略的話 還是有1%不到的差距 對 但是由於 還是有一些背頭的策略和一些 和一些 有的時候賭場他會有一些 那個 規矩有點不一樣 對 有些要調整 對 對他有反水和紅利的一些 調整 所以長期還是可以去征服這個遊戲 當然前提是你要擁有非常高的數學敏感性和知性能力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把牌 在小盲大盲對抗之下 有一個K top pair 算是一個 一對一的狀況的那次了 那 可是我們的Ivan 有 現在是順滑雙抽 Ivan有一個 順滑雙抽 那 我覺得 這個K5 在這個Ball上 我覺得可以Check吧 因為 我是不會下注第二條件的 對 可是我覺得K5還是領先隊友 可是當然一定是不會 如果下注一個 四萬 這裡的 這裡的顯示是不是有誤呢 五千 五千 Flob有打了嗎 Ten在打應該是 Ten在打應該是 OK 其實我覺得Ivan Ivan Ivan 打這麼兇 不知道會不會加注 可能因為有位置 Arts太多 應該也是用跟的會比較好 感覺好像是加注喔 這裡是一個加注 但是我想說的是 呃 這裡 它的底池顯示是 它這裡的底池顯示是什麼呢 因為我記得在翻牌的時候 它已經有一個五千的下注 對啊 假設有五千的下注的話 對 這邊頂對真的很難蓋 打不太蓋 它應該是 之前屏幕顯示錯誤 它不是下注了四萬 應該下注了一萬四千 因為它拿了三個 黃色的 橘黃色的五千抽 對對對 並且手 口嗨的是四千 應該也是一個 確扣 對 這裡 它確扣過去的話 應該後幾萬玩家也很難再動了 放棄了 對 在TEN上是一個非常 非常有Poly的跟注 TEN它 它是加注 它是Race嗎 對 如果你是Ivan 你會Race這個TEN嗎 那當然 我甚至會Race更大 我應該是直接 看後手吧 我是之前看到 因為它下注四萬 那我這裡一定是Race all in 如果它是沒有下注四萬的話 這一個一萬四 我可能 會 加注到五萬左右 對 四萬到五萬 那River也只能放棄 對 它這裡要 牆偷 那這邊就是一個Easy code 這邊應該是顯示的錯誤 這是剛剛的那個 好 現在調整回來 對 在這種E對E的狀況之下 應該是不會棄掉這個盤 對 很難 這裡如果他覺得對手是在ValueBet的話 那麼他的KO一定是不領先的 因為在TEN上是遭遇到了對手的CheckRace 對手的加注 不是CheckRace 遭遇到了對手的後衛Race 對 我覺得這邊 對手有強排的機率太低 對 太KO了 對阿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這個POP應該是感覺是另POP 對手也不太會有死死勾勾的可能 然後自己又Block掉K 對 對啊 Slow rule Slow rule 桌上有人說要Slow rule他的K三條 那倒也沒有啦 畢竟這個K還是對很多 很多的範圍是落後的 一對一應該是大到爆炸了 這個三條太大了 對 但是不能說是 只是看位置是正好一對一 所以 就去忽略掉對手有強排的可能性 對手有強排的可能性 艾伯就說如果我OE你跟不跟呢 I don't know Duff spot bro Just jam him and see what he does Re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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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扣完了之後去Rebuy 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在小盲位用K7展示做了一個跟注 大盲位的玩家 直接过牌 这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玩家 我依然记得 他在 WSOP主赛 关亚军单挑时候的表现 是一个非常有对牌局有敏锐性的 狡猾的对手 3-6应该要打吧 你会不会打 这里啊 打 不然开不了牌 对 还可以打个一半吧 打个六千 七千 两头卡胜要打 因为这种牌的SHOWDOWN SHOWDOWN实在太差了 对啊 可是Ivan也势必要抵抗他的one pin 这种小猫 他在前置位的两次过牌就是为了来跟住这个 像这种如果miss的话 我的36可能会有一个overbet 如果我真的没中的话 那对手选的CHECK两次 我会觉得对手牌不够强 那 我可能会在rever打一个 两倍p 那现在中的话就被六倍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面对前置位的过牌 我应该 这里是要打一个valuebet了 对我应该是打了一万五 差不多 这是一个很好的尺度 所以看到大亨打的还是很凶的 像我这手牌如果在rever没有中我就放弃了 哈哈哈哈 我很少在rever有投机动作 我这句话说出来会不会以后 看到这个解说的选手们以后就会对上我 就在rever会很少的支付给我 哈哈哈哈 没有想到我是bluff 从今天开始我在rever就疯狂的投 对疯狂的投机 好 我们的形象最不好的Ivan拿到Pocky10s 对 看多了短牌觉得十四是一手不太强的牌 但是我们回到长牌 发现十四依然是一手top range 并且拥有最好的位置 而且他后手大概总共是20个大盲 这个A5 我觉得应该会可以跟住吧 一定不会是盖牌 跟住三败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 后面还有一个David Peters 我觉得跟住可能是还好一点 对 可是如果我是大盲 我可能会直接3B all-in Ivan 20个大盲 Ivan20个大盲 对啊 我可能A5速梯会直接3B all-in 对 对 这个面相对以实实来说还算可以 我觉得还是可以背个小一点 打个1万之类的 打个三分之一 保护一下自己的事 是为了保护 因为面对的毕竟是一个三加底持 两个位置不好的对手 你不希望 你的成熟队子看到太多的不太好的转牌 成功的收下底持 像这样五人桌其实蛮精彩的 A选其实大家都蛮多的 这50万港币的买入 阿童应该有机会可以打一下 长牌吗 长牌 我不太喜欢打好客赛 对 我更喜欢打主赛 因为打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本身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倾向于享受这个打牌的过程 我觉得主赛的话 如果你拿到冠军 或者走到FM的容易感 成就感会更强一点 更高一点 好我们的Soyza 这边应该会Defend 而且50万港币的买入很贵哦 很贵 主赛更贵啊200万 对啊很贵 我说的是 就是世界范围的那些 高人次的一些买入的主赛 今年WSP不知道会不会有1万人 哇1万人有点夸张吗 50周年哦 50周年哦 我觉得8000是有机会的 对8000是有机会的 好 那这一把牌 不错 两位玩家都拿到非常好的概念 嗯 那这边也是个满是C贝的flop 1万2打个一半应该也可以啊 还是要打 可能会更少一点 40% 9000 我可能也会打8000到9000 啊9000 啊9000 在这个牌面上下注30到40的 百分比的地次是一个比较 比较 稳妥的 注尔 掉了这张9 你会选择bet吗 嗯在前置位一定是check call 对 我说你的10 jack 不会 依然不会 我可能还会再打一发 因为我也是觉得check high 没有修章倍率 我会觉得这边你去买 没买到rever 哎他跳出来的bet吗 最近我有看到这种的招式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 check call flop 然后lead turn OK 他这个状况就是像这种结构 就是你一个top pair 可是你 你是key dog top pair turn 跑出跌排 可能是second pair 或是 或是bottom pair 他用top pair跳出来dunk 就是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dunk里面 其实在对于对手来说的话 对手如果没有排的话 超难跟的 对 假设对手是一些 一些 seabed的一些左hand 搞吧 其实就很难跟 对 他指定是学到了 我的系统是 可能 跟他不太一样 那我要借鉴一下他的这个 踭上的打法 那这个rever 我觉得就是个check call 了吧 因为如果对手能跟的话 k在他手上 他也会担心对手有9 所以 这边 我觉得 有点艰难 打出来的话 有点艰难 因为这样s 其实对手也是有一些s的range 对 而且他这些好像bott也value不到什么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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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是要打 这个 这个蛮有意思 这个可以偷学一下 这个 这招 没看过 在短桌 他们 会打得更加凶 还是我觉得 Michael Solisar 就是从 看到flop就知道 这把牌绝对自己是领先 他要bott 对手 瑞斯他可能会盖掉 对 这手蛮有意思 打得很凶残 这手 只有找时间请教他一下 这手我觉得蛮有意思 对手开牌 不过去年 Solisar也算是run good 他去年也是 赢了蛮多比赛的 而且都蛮大的 对 可以吗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从这手牌就可以看到他的激进 嗯 在判断自己大的情况下是 在 在 不立位置选择 嗯 在后两条街的力 对啊 其实其实我最近有跟朋友一些讨论说 基本上 你在OOP 没位置 基本上就是要 就是 无限制防守 就一直check吧 就是你的flop基本上就check 对 有没有什么牌是可以拿来当杯 又是可以赢钱 就是 就是目前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做 可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一个 好的方法来做 我做过啊 我做过 然后 都被打回来了 哈哈 我有段时间 就是 你没有位置的时候 你去当杯 其实很 会让游戏变难 就是让你这个 你把自己找问题的自己嘛 对 可是一定 会不会因为你这个方法 赢到更多的筹吗 呃 可能 可能如果 有一个良好的 他有一个良好的自己的系统去策略去硬衡的话 应该是可以 一定是可以的 一定是可以的 就像我在一些比赛看到有一个人 他就一直lipped 一直lipped 就不管任何位置 UTG到BART一直在lipped 可是我在网路上查他的成绩 他赢了非常非常多的钱 可是 这个我觉得就是 对你的策略 对 可是 毕竟做这种策略的是少数 可是 也不知道他策略到底是什么 对 好 我们看的是 是 林辰伟吗 他 Defend个48off 我觉得有点 太 松了 你会跟这个48off 我不跟 我也是不会跟的 因为其实 其实现在 其实我看现在很多的主流 他们Defend的忙足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松 对 可是我个人比较 不喜欢 84O有点太松了 对 不过在五人桌 在对手的排力也不强的情况 其实我是这样子的一个玩家 我一直不太喜欢 在前置位跟对方 呃 的优秀玩家打 打一些底齿 我往往都是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 有要再去跟他们磨练吗 就是 后置位 后置位有位置的时候 对 对 我一定要去 在有力位置的时候 跟对方游戏 多更一点 对 我是一个比较依赖位置的玩家 位置真的很重要 对 对 可以看到 还有枪可威拿到了95S 那应该是一个棋牌 线6欧也是棋牌 马上到庄位 庄位的k6欧是一手还不错的牌 我这里应该会在这个位置加到2.5或者3个BB